明天這場非常重要 明天這場的一定要靠你們 把我們之前輸兩次給韓國的 真的沒有韓國朋友 輸兩次韓國的 一定要把他在 把我們的面子討回來 好 請王真摯先生投出會動 好球 接下來我們請四位對比 王真摯市長跟我說 人就是在低潮的時候 辛苦 打不到球的時候 要好好的檢討自己 希望中華隊呢 能為我們國家爭取最高的同意 大家好 加油 尤其明天這場很重要 不能輸給韓國 OK 加油 明天抱歉我不是要跟你壓力 可是你也知道我也是打棒球 這個沒有壓力是不會打好的 有壓力才會打好 我們說男人 男子漢 我們尤其是台灣人 男子漢 都叫我小 叫我小姐 有在很緊張 壓力很大 心中有點恐慌或是有點緊 這個害怕 可是還能 拿出最大的勇氣呢 拼命 拿出最好的表現 使出最好的表現 為國爭光 我想這是所有打棒球的人 的夢想 所以我在這裡勉勵 我們的球隊 尤其是明天 明天這場 非常重要 明天這場呢 一定要靠你們 把我們之前輸兩次給韓國的 怎麼沒有韓國朋友 輸兩次韓國 一定要把他在 把我們的面子討回來 所以這要靠你們 那拜託拜託 通到150以上的球數呢 只要阿丹就好 不要被打棒 腳踏實地呢 暗部就慢慢上壘就好 這個不要 我不是教練 我還是要講一下我心裡的話 不要想要成英雄 這個靠團隊 這個 這個 腳踏實地的一步步 一棒棒打出去 都OK了 就是備戰 明天的第一場 那當然就是徐洛希先發 這樣子 對 那你們剛剛有 人期待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希望 大大力的打下 所以今天對 教練過關 大家有什麼想法 不愛大家的比賽 目標我相信都是一致的 大家都想拿冠軍 那我們也很想 所以我們會盡全力 來拚這個 壓進賽的冠軍這樣子 這幾禮拜都有在大階段 就是室內的草皮啊 練習 那進行一些 準備熱身賽 那目前全隊適應搶屁 有沒有覺得說 還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在哪裏 在練習上接高飛球啦 都沒有什麼問題 對 明天會有滿場一萬七千名的觀眾 在大巨蛋 來見證中華隊 進入大大巨蛋的一個比賽 那教練怎麼樣跟選手 進行一些心理的建設 或提醒 呃 沒有啦 就把壓力 換成動力啦 就 大家就加油這樣子 一步一腳的運 呃 就是剛好這一次的 呃 大巨蛋的第一次 第一個比賽 國際賽 那 把每一次都做好 這樣子 嗯 其實你對上韓國啊 其實對上台湾的差勢 大家看起來比較 很緊張 一點點 那教練在這賽前 其實什麼 那你們的心理性 有沒有做 FM組隊 要去圓運的地方 或者說心態上 比較多 嗯 昨天我們有開 情緒會議啦 跟選手一起了解 韓國隊 一些選手的狀況 嗯 大家都 都準備了很完善 所以 就明天 事務一代 這樣子